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四目鱼松 你一定不陌生 配吐司 拌西饭 或者当零食吃 也相当美味 但你知道如何养出美味的四目鱼吗 学甲堪称是四目鱼的故乡 为什么会是四目鱼的故乡 因为它有最好的一个独天得后的条件 四目鱼的养殖 它要在北回归线以南 那它又要临近海边 因为它的水质 要有一些咸度 所以说因为学甲也接近海边 各方面的条件 学甲都非常的适合 所以说它养殖出来最优质的四目鱼 提到台南学甲 大家都知道这里盛产风美的四目鱼 也拥有全台湾最大的四目鱼温 但渔民辛苦饲养的四目鱼 在盛产时却不能卖到好价钱 所以说我们也一直在想 为什么今天的四目鱼价格会这么不稳定 结果它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产销失调 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很有效地找到一条通路 把生产过剩的四目鱼有一个出路 那价格就会稳定 就不会往下跌 所以说我们从五六年前 我们一直很积极地往大陆市场 在六月中 来台湾探访的河南采购团也来到学甲 由对岸最大的通路商贡销总社 和王文宗董事长的公司 共同签订购买合约 在学甲香火鼎盛的慈激工广场前 由保生大地见证 恭贺两岸和平贸易再进一步 主要是来合作交流 来看亲朋友 我们采购这一批十目鱼 包括前一战的一些农策产品 都是为了促进两岸的激劳工作 也是为我们寡达的农民和渔民 开拓市场 这是地主性的一刻 也是学甲渔民走出去的一刻 不只是合约的签订 双方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交流对话 学甲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贵宾 除了选定具有历史以及人文意义的慈激工 为签约第一点位 也邀请学甲国小的火力太古和电音三太子 让贵宾也体验台湾庙语文化 另外河南沈则带来了松生少林寺的震宾 赞总武术表演 武僧们虎虎身风的真功夫和气势 让清零现场观赏的民众都叹为观止 赞总武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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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总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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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是一个能够辐射到整个荷兰省的超商卖场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东西 这也是学甲之光 所以说我们也很高兴 当然后面努力的还有很多 我们一直积极地想办法 怎么样让学甲的私勿鱼能够游出去 能够让全世界的买主能够走进来 这次河南省拜访团 以中原情 一家情为主题 在学甲圆满达成两岸洗手合作计划 以经贸搭起和平的桥梁 用文化交流 促进彼此的认识与沟通 王文宗董事长也希望 透过这次合作作为起头 让老祖宗留下来的四目鱼金子招牌 能将它更发扬光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